请收看惠律法师冯雪讲座 那是硬体设备啊 真的会修行的一朝一梦都有它生存的构建 每一个念头都可以修学 行驻坐卧不离清净思想 不离清净思想 所以你要一等事学真正你要修 学习道的一等事学 直习无险当下就是无险 无险就是究竟 大圆版 华人讲的叫做一针法 法纪就是绝对清净本体 法华经讲的叫做一丝相 一丝相 唯一丝心想的叫做大圆禁制 净土中讲的 那么就是吕无神 唯一心净土 禅中讲的就是积心积坡 密中讲的三命相应 借力讲的 吃饭一如 吃饭一如 大圣本身心底观景 这样讲的 不禁吃戒 不禁毁戒 吃饭一如 使命吃戒 不会特别尊敬那个吃戒 也绝对不轻视那些毁戒的 违犯戒类的 使命吃戒 不禁吃戒 不轻毁戒 使命吃戒 大圣本身心底观景这样讲 借无吃饭 使命吃戒 吃 心性本质圆满 无所吃 饭 本质无自现 我们的心 能够达到 一等世线 直虚无先 直下承担 一切法无真 万法不可得 义法不可得 再来 你想要明心尽性 要离对立 离对立 静置一如 甚凡一如 常无常一如 内外一如 来气一如 真见一如 意义一如 构敬一如 佛法是不恶法门 如果你 赞叹了三宝 且用每天去看众生的过失 你仍然不能进入不恶法门 所谓不恶法门 你能够随其赞叹三宝 你在外一切形式 不见众生的过失 你就能够进入佛陀的领域 佛陀的领域 离对立 了无自信当中 无一法可得 无凡 无甚 无大 无小 无来 无气 无常 无无常 无内 无外 必尽空极 对境 既然 常不立否 不可以三四二相见如来 凡受一相 多数虚幻 对境极难 对一切境境 境界 如如不动 就是佛 佛无心相 佛无来气 大波勒智慧心就是佛 如果说三四二相就是佛 那么转容圣王就是佛 在《金刚经》里面讲的 一定要弄清楚 如来者 既诸法如意 如来者 无所从来 亦无所去 亦无所去 所以菩萨虽度无量无边众生 持无众生何度 没有内 没有外 没有甚 没有烦 没有大 没有小 没有来 没有去 清净的决定心灵 绝对不被假象黏住 讲放下还是一个善强方便 本来无忧 何处惹尘爱 放什么 没有东西可以放 这一切相 就离 集一切境 就离一切境 那这个就是铭心尽性的人 就离一切了 就离一切了 就离一切了